大家好! 欢迎收听升旗一普通话频道! 35年前的今天凌晨 其实当时我也在看着 当时我在看电视的新闻直播 看到了解放军冲进天安门 见人就杀 那些血腥画面直到现在都历历在目 35年过去了 很多人都在反思 到底当年是不是真的会失败? 有没有机会成功? 我看到了很多学者的分析 有人说 其实35年前的六四是两件事 一件是八九民运 一件是六四屠杀 但是两件事的性质截然不同 不能混为一谈 我们纪念八九民运是要继承 和发扬民运的伟大抗争精神 纪念六四屠杀是要谴责中共当局的残暴镇压 这么说我也不反对 有它的道理 但是有很多学者专家却批评当年的学生太过理想化 认为当时如果可以见好就收 那就不会导致流血收场 但是谁能够预告知道这样的事 谁能够猜得到?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当时的中国人是在信息完全封锁的情况下 文革才刚刚过去了十三年 1976年九月毛泽东死亡 然后到了十月份逮捕四人帮 到了1989年 只是过了十三年不到 在这十三年当中 中国人又可以吸收多少新的知识 可以对外界有多少了解 对于民主 自由 人权 法治的了解有多少 我不认为他们会了解得特别深 因为中国人被中国共产党教导出来 从小开始就有着一个很错误的历史观 很错误的世界观 对于普世价值一无所知 所以他们其实当时已经是做得够好了 为什么邓小平要屠杀? 因为李鹏告诉他 现在的学生就好像文革时期一样 如果被他们夺权 被他们胜利了 他们就会冲进来把你再一次扔进牛棚 我们所有的人都还要再被人批斗一次 这是使得邓小平痛下杀手的一个最主要原因 所以李鹏绝对是罪魁祸首 但是你如果从他的思维来出发去想这个问题 他也不是没有道理 因为当时大家都不明白 其实是可以有一个和平演变 他们可以在政权到台之后不用丢掉性命 除了齐奥塞斯库之外 当年东欧巨变 苏联解体 共产党陆续倒台 但是哥尔巴乔夫并没有被人杀掉 除了齐奥塞斯库夫妇被枪毙了 还有东德的总书记昂立克被捕之外 东欧的国家全部都民主化 但是反过来 中国也很可能会有民主 因为看到了别人的演变 而中国就是一个最坏的先例 开枪屠杀学生 你以为学生知道会发生这种事吗 他们肯定不知道 因为根据历史经验 从来都没有试过这么大规模的屠杀 即便是他们认知的五四运动 当时万恶的北洋军阀 其实你如果对比一下 北洋军阀是中国有史以来最文明 最开放 最讲人权 最讲法治 最有民主精神的一个政府 没有比较就没有伤害 现在回头来看 在中国的历史上 有哪一个政府可以比得上北洋政府 有哪一个政府的人词度 比得上北洋政府的10% 没有 一个都没有 当年只要大学校长出面斡旋 北洋政府就要放人 蔡元培要是活在现代 他敢做这种事 共产党一枪就让他脑袋开花 就算不把你干掉 也会把你抓起来 说你是精神病 连带你全家都会被抓 甚至会被活摘器官 所以回头来看北洋军阀 你会觉得我们之前错怪了北洋政府 北洋政府的人每一个都是老好人 每一个人都知书达理 每一个人都有良知 再看看现在的共产党 有谁能够比得上当年北洋政府官员的10% 别说10% 就连1%都比不少 所以中国人就是在一个错误的历史观当中 连最万恶的北洋军阀也要向学生低头 所以现在的人居然去怪当年学生不懂得见好就收 你们的脑袋是被加坏了吗 这样的思想绝对要拿出来批判 差一段广告时间 多谢Surfshark VPN支持本台 还没有安装VPN的观众 记得快点安装Surfshark VPN 保障你的数据安全 我看到有很多这一类的文章 已故的非暴力政治学权威吉恩 夏普曾经对八九名运作过认真考察与研究 他总结出了一个教训就是 如果学生通过谈判获得可持续的政治空间 然后撤出 而政治局里面的温恨派后来被证实 已经准备考虑给予那种空间 这样学生就可以声称取得胜利 并将这个信息传遍全国 这可是后知后觉 下回分解的事情 这个所谓的教训不过是事后孔明 马后炮而已 另一个非暴力行动专家 塞尔维亚学者波波维奇 也对中国的八九名运做过研究 他指出 中国八九名运失败的原因 是学生太过理想主义 没有利用当局的退让而及时宣告阶段胜利 这又是一个中央地震台 没有人知道会发生这样的惨剧 中国的学生从小到大都是学新青年 学习五四运动 他们的蓝本就是五四运动 最终万恶的政府都要向学生和群众低头 又怎么会想到邓小平会出动机关枪去扫射学生 你能猜得到吗 所以这些学者根本没鸟用 听他们在乱吹简直就是在浪费生命 就好像有人说 为什么你在去年一月份的时候不买英伟达的股票 简直就是脑子进水了 当时我眼看着最低152元 我也心动了想去买 如果我知道今天已经涨到了1200元 我肯定当时会变卖光所有家当 然后全部投资进去 现在我已经发财了 所以未来到底会发生什么事 根本没有人知道 所以我们确实是要检讨失败 六四是失败了 而且导致全中国倒退了很多年 但是问题是当年北京人其实十分勇敢 大部分的人都去上街示威 当年的北京人甚至超越了2019年的香港人 因为当时他们面对的是一帮真正的屠夫 但是当时他们不知道这个屠夫原来这么没有底线 他们不知道这帮屠夫根本就没有底线 已经突破了的玉石八层 所以他们会派战军去屠杀手无寸铁的学生和市民 这一点全世界都没有想到 也根本想不到 学生不是太过理想主义 而是他们的认知问题 是他们在教科书里面看到的东西有问题 连最邪恶的北洋政府都不敢对学生乱来 这是历史原因 当时还没有互联网 中国的学生 中国的普通人连根本就没有办法去接触外界 马云在1985年出国去了澳洲 他非常幸运 能有机会出国 因为当时在澳洲有人帮他写推荐信 还帮他出路费等等 他去到了澳洲 才知道原来全世界最需要解放的国家叫做中国 但是在中国国内的人能够知道吗 大家一定要明白这一点 当时在中国国内的11亿人民根本就不知道外面是什么世界 他们对于普世价值一无所知 对于西方的价值观 对于人权 对于民主自由法治 他们能知道的东西少得可以忽略不计 他们是根据五四运动的经验 已经做得很好了 所以现在你去怪他们根本就说不过去 现在的问题就是我们要分析中共的做法 他就是要跟全世界作对 但是偏偏这个世界就是有人要姑息养奸 例如老布什 老布什政府继续去支持中共 所以布什一家都是坏人 两父子都不是好东西 还有就是之后的克林顿 上台之前一口一个反共 上台之后却给了中共贸易最惠国待遇 之后还一再路穿针影线 中共可以进入世贸就是因为有克林顿的帮忙 为什么 因为这家伙是彻头彻尾的走棍 因为他没有接触过中共 不知道中共的邪恶可以邪恶到如此地步 所以整场八九民运当中 当时的学生在对于这个世界的有限认知的情况下 他们已经做得够好了 他们唯一看不准的就是当时的这个政权有多恐怖 而且他们当时也触及到了统治者的恐惧 为什么共产党要痛下杀手 因为当时的决策就是吃过那些那些学生的苦头 他们在文革的时候被那些学生红卫兵批斗得惨不忍睹 他们害怕会再来一次 60岁的时候他们可以撑得住 到了80岁如果再被那些学生弄一回 他们就撑不住了 所以大家要认真想一想当时的整个历史环境 当时高高在上的八老 包括彭真 李仙念 陈云 王震 薄一波 他们全部都是那个年代被人打倒 所以他们肯定会支持邓小平的屠杀 不杀你死的就是我们 我们可不想到了80岁还要跪玻璃 我们没有儿子再去跳楼了 跳了一个邓朴方 不能再有第二个了 这一点大家都没有想到 我也是在事后才想到了这个问题 而且还是事后很多年 所以一定要认识多一点历史 要慢慢去梳理一下 你才可以想到这些东西 每一样历史我们也要去深入研究分析 但是那些所谓的专家学者 抗争权威 这些根本就不是什么权威 你们对共产党一无所知 尤其是对中国共产党 因为中国共产党的邪恶已经超越了苏共 超越了南斯拉夫 超越了东德 你们去研究他们根本没有用 你们一定要去研究中共 这些学者有看过中共当年的肃清AB团吗 有看过延安整风吗 如果没有看过 就马上你们闭嘴 然后一边凉快去 你一定要去研究中共的所有政治运动 才能够知道原来中共有多么的庆祝难书 所以对抗中共 你一定要去研究很多东西 你对中共毫不了解 又怎样能对他们进行分析 当年的学生跟我们一样 他们对中共的了解也是不够透彻 因为他们一出生 就被中共的假历史给骗了 他们不知道共产党有多邪恶 我敢肯定 当年的柴玲 王丹 李璐等学生领袖 没有人知道什么是AB团 没有人知道什么是延安整风 这样子你又怎么去研究中共 更不用说要去对付他们了 因为你不懂 在你的有限的知识 有限的基础 有限的认知之下 你的判断也一定是会有限 只是现在我们回看这么久以来的历史 发现他们有这样的历史过往 这个时候才恍然大悟 知道会发展到这一步 他们最终就是要痛下杀手 因为他们感受到了要面临生死存亡 我死还不如你们死 所以邓小平才会说 杀你20万 能换来20年的和平 他们不惜会这么做 那现在我们面对现在的中共 有没有邓小平那么邪恶 其实习近平比邓小平还要邪恶 虽然他不敢去进行大规模的屠杀 但是他会在台底下搞 他可以在背地里做很多事情 所以我们要研究过往的历史 研究现今 看看有没有一些新的方法能够推导他 有很多西方人认为 只要中国的经济好 让他们多赚点钱 等到里面产生大的中产 自然就会提出民主自由的诉求 这个说法不能说是错的 但是最大的问题是信息的进入 你要让他们知道全世界发生了什么事 其实要比较的话很简单 如果川普真的要坐牢 我认为这反而是好事 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 这一句是中国古训 是讲了很多年却从来没有人见过的事情 有哪一个天子犯了法会有事 天子只能够下赵罪己 可以得过且过 但是如果川普真的被判坐牢 那全中国的人就都会警醒 你看看美国 这才是正常国家 这才是我们梦寐以求的国家 总统做了坏事也要买单 也要承担责任 这是全世界最好的公民教育 再看看中共 一个乡长做错事都不用负责任 而且还要把你连根拔起 谁敢乱说话就杀了谁 试想一下 川普如果坐牢 中共会怎么宣传 说美国很乱吗 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 这是孔孟学说 在中国讲了两千多年 但是从来没有发生过 现在却在美国发生了 原来美国才是秉承孔孟之道的国家 人家才是真正的文明国家 所以我认为最要的是信息 当有多一点的人去了解信息 一比较起来 就知道哪些是好 哪些是坏 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移民去日本 因为他们知道日本才是真的好 当然也会有一些白痴的小粉红到了日本之后 到晋国神社去撒尿 一定有这样的人渣 但是这种人的比例高不到哪里去 因为你能够看到真正的好东西 你能够看到文明 一说到六四就会有很多说不尽的话题 因为有太多的东西要去心思考 很多人研究共产党都研究得不够透彻 我经常跟朋友说 其中一个害了黎智英的人是何俊仁 为什么 因为他有一个节目 叫做细说中南海 问题是他对中共太不了解了 你不知道中共会干这种坏事吗 我们知道 所以我们要流亡 连同家人都要一起流亡 因为只有我本人走了根本没有用 他会拿你的家人来威胁你 你一定要连同家人一起走 才可以逃脱出他的威胁 为什么当年黎智英要留下来殉港 不多不少也是受到了何俊仁的影响 所以我觉得何俊仁在这方面肯定是有错 问题就是他研究的不够透彻 他对共产党的邪恶还不够深入了解 不知道他会坏成这样子 否则在当时只要他们撤出香港 把台湾当作基地 或者是把英国当作基地 然后再运用他们的庞大影响力去影响香港 这样的话说不定还有机会 结果现在全都被抓了 所有的力都被人瓦解了 这样的结果是好事吗 当然不是 有时候我们要选择牺牲 但是要想一下这么做值不值得 面对共产党而牺牲 当然会激起很多人的愤怒 但是那种愤怒其实很容易过去 当这个集权继续横行下去 这种怒火随着时间熄灭 六四屠杀过去了 人们心中的那团火也会慢慢熄掉 现在在北京虽然还有人心里面会想 但是已经慢慢被磨平 全世界还有烛光的地方以前只有香港 现在连香港的烛光都熄灭了 那会轮到哪里 在哪里可以传承 只能够靠我们这些散居在海外的人的心中 所以我们一直都在努力 要把一些信息传进大陆 当你认识了这个世界 当你能了解到外面发生什么事的时候 一比较你就马上清楚共产党有多邪恶 共产党就没有办法再去骗人 最近有很多文章 包括严佳琪在反思当年如何去利用中南海的改革派和保守派之间的内斗冲突等等 这些全都是废话 没有人会有这样的智慧去利用什么 因为你只能在事后才会知道原来会有这样的事 一开始大家都只是在猜测 不知道他们会如何出牌 所以这一类的讨论根本起不了什么作用 最要的是要启迪明智 要让更多的人知道真相 只有真相才可以推翻共产党 这一节暂时先讲到这里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同时开启通知小铃铛 以获得我们频道最新的动向和内容 我们诚意邀请经济许可的朋友订阅Patreon 大家也可以用免费模式支持我们 帮我们欣赏广告 也欢迎大家踊跃留言 与我们互动 把我们的节目分享给您的亲戚朋友 感谢您的观看和支持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感谢您的观看